哈喽大家好,我是达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道 消麦馅酿苦瓜 首先开始制作消麦馅 把虾倒进去 把梅花肉 肥肉 冬菇 生粉 猪油 盐 糖 味精 适量的胡椒粉 先开个慢挡打几下 然后开块 把它完成打成泥 打成泥后 最后倒入芝麻油 开个快挡打几下 这个馅就完成了 取出来后 把保鲜膜风筹换在冰箱冷藏备用 接下来调入辣椒酱 把蒜头倒进去 盐 味精 老抽 倒好后把它完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在脸上撒芝麻 把80克的油烧热 烧热之后分了几次倒进去 这个油一定要烧烧热 但是不要烧到起火 就可以了 倒好后 把它完成搅拌均匀 这个辣椒酱就完成了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把苦瓜切成大概一厘米厚 把中间的芯取出来 不要 在取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 不要弄到手 安全第一 换适量的水 把它烧开 倒凉瓢干的玉米油下去 一小勺的盐 把刚才切好的苦瓜 换进去 焯水 十两秒 就可以了 用冷水把它冲冷 一个一个把它放厨房纸上面 把它水吸干 拿适量的玉米生粉 粘在中间 预防等一下 线晾进去之后 会脱落 然后把消麦馅 然后把消麦馅晾晾进去 最好晾保满一点 今天这道消麦馅 今天这道消麦馅 也是非常好吃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在家里 也不凡事做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一看 一看就会懂 一看就会懂了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 别忘记帮我频道点个赞 如果还没有计划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你订阅一下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下一期有更精彩的节目 你就不会错过 如果你有时间 帮我的节目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谢谢你的支持 烧热个锅 放适量的油 把刚才晾好的苦瓜 煎成两面黄 煎成两面黄 煎好后 倒适量的水下去 大概可以淹没 四分一的苦瓜 把盖子盖住 开慢火 闷到水干就可以了 最后把干柴的辣椒酱 拿适量的 换在脸上 直接就可以吃了 当然 如果吃不了辣椒的朋友 你就不需要做辣椒 你就不需要做辣椒这个环节 其实今天的辣椒酱 我是不懂得做的 是我老婆教我做的 因为它是很地道的 因为它是很地道的湖南人 所以做辣椒还是有一手的 我吃过之后 觉得非常好吃 所以我赶紧给大家分享 今天这道 小麦先量苦瓜 再配密绝的辣椒酱下去 舀一口进去 非常的香 又辣又香 如果可以吃辣的朋友 当然没问题的 如果不吃辣的朋友 你也可以挑战一下 很舒服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你的支持